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过来吃一个不适合时势的东西 羊肉,说真的,可能要比较冷的时候吃羊肉 巨民的羊肉,哪怕三十多度吃的话,也有点吃头 不是说笑,戴着口罩都闻到烤羊肉的味道 这些肉,可能很多人都会不做,但是看醬料,看怎样好吃 有些人做出来的话,可能会觉得煤,或者什么样的样子 因为全是新鲜的 新鲜的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昨天落单 今天早上汤了 今天早上汤了 今天早上汹过来给我 我在门口就闻到你们的香味 是的,主打都是鱼色烤烤 我跟你说,我师父高心聘请的 高心聘请的 请不请人啊,祖 好,喂 这样的款式有很多 烤烤,甚至白鸟匙也有 这一款味道不够太出调 香椿和香酱鸡的味道 味道比较轻 表皮很硬 肥肉的位置 细弱 细弱 瘦肉的位置 有质感 口感很丰富 可以 我会更加期望的 一个是清汤 香香的程度相当不错 可以吃到的肉汁 这是我喜欢吃的原因 有奶香味 牛肉也好 处理得很好吃 汁水的味道很舒服 肉的味道很丰富 肉的味道很丰富 而且汁水的味道很丰富 有什么肉心 淮山 粟米 胡萝卜 等一切 这样的情况下 吃到的羊肉 也有很重的奶香味 好,吃个重口味 一个羊腩煲 不同 我吃第一锅清汤 两个煲 会不会比较多 但口味是不一样的 和以往都不一样 色水看上是比较深 之外 最大的不同 是 羊腩煲 这个煲 会更甜 很多 我相信不是糖 我相信是炆煲中的材料 混合在一起 缩合的甜味 炆煲中的烤烤鱼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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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羊排 我说是广式的做法 哪怕表面有股脂炎 没有辣椒 很重 但底味 都是蜜糖的甜味 吃到羊的香气之外 多了一股野味 挺好 火候拿捏 各种都好说 它的味道很稍微 乱得很稍微 它和炆煲不一样 炆煲不一样 炆煲不一样 这个味道是乱滑的情终 这种味道 你最近当红当打 你最怕酥的肉 对 我怕酥的肉 这种肉类有酥味 我都不怕 我怕 这种味道 我看来吃了什么 很酥 因为完全没有酥味 而且很香的羊肉味 之前我们去 金苏吃过羊 去海南都吃过羊 在海南都吃过羊 海南都吃过羊 吃过那些羊糕 都是好吃的 但是,汹在药都是有些少的羊酥味 它会有少量的羊嗚味 不同的品种 羊肉吃过很多,在外沙,广州也吃过 这家也是一家不错的羊肉 我喜欢羊肉不太酥 再加些粤菜的调味方式 羊肉不太酥 增加了羊肉的风味,口味,吃脆 很好的东西 这家都可以试试,十分大排档 记得姚戴秋,第一次吃完全世界的人